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上午11点多 在议场的西侧门前发表了声明 表示两岸监督条例立法之前不协商红帽 而根据了解呢 国民党团干部对这个声明的内容感到很错愕 现在正在开会讨论因应的方式 等一下将会有正式的回应 而包含了费红他也说 他们不知道事前王金平的声明内容 国民党团干部虽然呢 当时是站在王金平的后面 但是不代表帮他背书 而到底情况如何 我们要请在现场的主播 刘韩竹来告诉我们 韩竹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就在刚刚一点半钟的时间呢 这国民党团由知事长林洪池 带头召开记者会 会中呢提到对于11点钟的时候 王金平院长提到说 对这两岸这协议的监督条例呢 究竟是他们的立场 是要先立法再审查 对于这个说法呢 这林洪池感到非常的错愕 来听听他怎么说 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 将不召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 这个部分让学生以及外界解读为先立法再审查 我们党团特别要在这里强调 王院长今天只是通知我们 陪他进一场看学生 他发表声明我们不知道 内容也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们一开始听到 也觉得非常的错愕 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内容 我事后也请问洪副院长 我说副院长你知不知道 今天院长要发表这个声明 他的内容你知道不知道 洪副院长特别跟我讲 他完全不知情 好我们可以听到林洪池说呢 对王金平今天说了先立法再审查 这样的立场这样的声明哦 他们事前都不知情 感到非常的错愕 那么外界解读 这是否代表党内出现杂役呢 也值得后续来观察 那么除此之外 在同一时间 学生领袖林非凡也召开了记者会 谈到面对今天王金平进来 这一场释出善意 那么究竟学生是否会启动退场呢 今天林非凡面对媒体提问 并没有做正面的回答 只说会积极的讨论 以上就像这一情形 要和这一转换 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新闻